你好 欢迎收看7月8号的大台东地方新闻 我是肖家慧 全中运即将在18号在屏东县登场 8号上午台东县长饶庆林在县府大礼堂带来好消息 宣布从今年度起 全中运以及全国运动会 获得无金玉 无成金贵教育公益信托基金 额外补助每位选手500元 同时向教练团与选手亲自授旗 未免选手争取最高荣誉 教练也指出 赛事受到疫情影响 延后至夏至半礼 天际将会是一大考验 选手维持体重相当不易 总教练手持限期 率领全中运选手一起高喊台东加油 提振士气 109年全中运即将于7月18号登场 8号上午台东县长饶庆林 与县府大礼堂向初赛选手 与教练团亲自授旗 未免选手争取最高荣誉 再次次的希望大家能够跟自己比赛 那这次我们知道一向台东在全国中等学校运动会 都会有很好的成绩 也感谢各位同学在自己的专业上 非常的认真为台东献真光 同时他也带来好消息 为培养体育人才 吴金玉吴陈金贵教育工艺信托基金 提供未来20年参与全国运动会以及全中运 两项赛事的选手每人500元的参赛补助 在你们原来有的上杂费之外 每个人我们都多给500块 那这个部分虽然不多 对各位同学来说虽然不多 但是我们会连续 你只要每一年有参加 我们每一年都会用这500块 来给各位同学做实质上 你们自己可以运用的经费 我们的教练跟选手 其实一直很希望帮我们的选手 争取更多的资源 让他们在比赛的时候 比较没有后顾之忧 那所以我们也一直很努力地 在寻找外界的资源来挹注这一块 那真的很感谢这一次 有吴金玉跟吴陈金贵的教育的公益信托 全国性的赛事活动 每一个人在一次赛会当中 就提供500元的外加的经费来支持 一年最少都有将近快50万 而且是续20年 原定于每年4月份办理的全中运 今年度受到疫情影响 延后到夏季举行 不仅打乱训练排程 选手发育所面临的体重维持 以及天气因素都成为一大考验 因为比赛的时间从取消 然后一直没有办法确定 所以教练训练的那个行程赛程 都会受到步调都会受到影响 最后调定了在7月18号 那是因为可能天气太热了 学院士的成绩都会受很大的影响 就是其实延期 就是小朋友的多了三个月 他们的体重都增加了 增加了以后 在控制体重上面会比较困难一点 会有一定的影响 在体力啊各方面都会影响 可是在于我们学校来讲 已经控制得很好 因为我们在两三个月前就 就是知道延期 可是我们就都提早在控制了 台东县代表队以学校组队的方式 有18所高中职 485人参与12种竞赛项目 将于7月18到7月23日 一连六天在屏东县登场 敬请民众为台东小江加油 记者江碧任台东市报道